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干嘛 别动 把裤子卷起来 思 思 思凤 你 你 你怎么又结白了 把裤子卷起来 我给你上药 哦 你以后不要再说自己不痛 没有关系的话 你明明在流血 虽然你感觉不到痛 但自己的身体总会知道的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银簪呢 为什么要穿成这样 我可聪明了 我是在巫童洗澡的时候进去拿的 什么 你进男弟子澡堂了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进男澡堂呢 可是巫童洗澡的时候是透映咱最好的时机 你腿上有伤 坐下 那我问你 你都看见什么 我也没看到什么 就看到一群弟子光热热地在那里跑来跑去 你知不知道 这种事要是传出去的话 对女孩子是很不好的 我 可是 我之前不就看过你洗澡 也没什么不好呀 我很不好 不过 之前进去的时候 玲珑也是这么说的 她说不好 就逃了 但是四方 什么是害羞啊 害羞就会觉得不好意思 觉得难为情 而且 男女有别受受不亲 有过亲密接触都会觉得害羞 别受受不亲 所以 你以后 不可以随意 和异性有肌肤接触 还有 非理无事 非理无懂 以后 不要和异性有肌肤接触 那四方 你现在算是 四方 你在害羞吗 我给你上摇 你没事吧 我看 新世兄胜算更大 我们李泽宫一定能多亏 过来 来 四方 你今日怎么这么早就睡下了 别难 你今日为何合一而悟啊 天冷 我帮你把被子盖好吧 四方 你这是合一啊 西灯睡觉 晃着我眼了 那倒是公主守徒嘛 自然是想怎样就怎样 岂用款别人 这话你可就说错了 我们这位公主守徒 对别人的是管得可紧了 一门心思 只想着和什么外人交朋友 听说 还想着帮邵阳派 那两个小鸭子出头呢 抄摇得很 空归 怕是早就丢到九霄云外了吧 对啊 看来四奉 是不想做离子公未来的公主 倒是想留在邵阳 做上门女婿了 行了行了 都少说两句 明日还要解释呢 早些休息吧 干嘛 那个小鸚花把我的发尸偷走了 别动 伸回去 好 好 好 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